哈喽大家好 上一车赵超哥 总有粉丝想让超哥说一下改装车 今天超哥找到了一个喜欢改装车的粉丝 把他的车开来改装 他的诉求就是在有限的预算之内 把车改的帅一点 就是这台丰田的雷灵 这位粉丝的雷灵大家已经看见了 是一台黑色的混动版本的运动版雷灵 黑色的车机搭配着黑色的运动套件 确实看起来本身就很帅了 但是这位车主还不满足 还改了一套尾灯 本来的分体式的尾灯 变成了一个贯穿的整体式的尾灯 它的尾灯虽然进行了变更 但是整体的轮廓并没有改变 这位车主在避震上 他选择了一个气动的避震 气动避震的好处就是 可以储藏你原厂的离地间隙 还可以多设置两个档进行储存 这样你的车在停车场放置的时候 趴下来就会非常的帅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套气动的避震 那么在我身边这些所有的配件 就是这台雷灵的气动套装 所有的东西了 这个大点的罐头 其实就是它的气罐 这个气体 储存过来之后 然后再打到气包里边 然后这个玩意儿就是它的打气泵 这个玩意儿有两个 咱们为了拍摄方面只拿了一个 其实它还挺沉的 而且泵也分大功率的跟低功率 而且也分静音泵跟非静音泵 静音泵就是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声 而非静音泵就是大家会有呜呜呜呜呜呜 这样声音 其实声音还挺大 然后这个大一点的避震 就是它前轮所用的避震了 这是它的气包 这是它避震头 这是它的塔顶 这个小一点的 其实就是它后轮用的这套避震的东西 然后大家看到这两个大包 这两个大包是它后轮 替换它后轮弹簧位置的这么一个气包 同学问了 为什么这两个都是分开的呢 因为雷灵原厂的后悬架 它是由一个避震桶跟一个弹簧 分开装组成的 所以在后轮的避震 要替换它原厂的避震 后轮弹簧的替换成这个气包 中间这个小拐败的东西 就是传统的离子串了 离子串是用于 你如果改了更低的 更短行程的车身 一定要配合更短的离子串 让你车开起来才会更整 那么这一套所有的东西 一会将会装到雷灵上 咱们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这辆雷灵已经在进行拆装的工作 那为什么要先拆呢 大家可以看到拆完之后 它有很多的线束在这里边 而且能看到一个硕大的备胎坑 这个备胎坑最大的作用就是 把备胎摘出来 把这个气罐 以及这有一个控制器 还有它的整体的气泵 这三个东西坐在一个 跟备胎坑完完全可以契合的木板上 然后装到备胎坑里 那这个备胎自然就没法 完完全全的就带上 只能是放到外边的 然后这是目的一 目的二是为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丰田它真的做的整体做工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师傅需要在这里边找到一些原厂的孔 能把它这个气动的线束 顺到各个的避震里边 所以拆是第一的工作 后边大家会看到 继续拆它的避震 以及把整体这套气动套装 装在备胎坑里的这个样子 对了这个备胎坑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点 就是大家不好奇这个气罐能不能装进去呢 其实这个基本是装不进去的 所以拆掉趁烫之后 你才能知道这个气罐 是否能装到一样车的备胎坑里 那么因为这台气罐它装不进去 所以只能定一个更小的气罐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过程就是装避震了 经过三天没日没夜的改装 这台雷灵终于是改完了 我们来看看成品 当然了 这就是成品了 改了避震就要改轮圈 轮圈车主选择了一套来自于日本的Walk 这个鼎鼎大名的品牌 系列是RM1系列 前轮的数据是17寸9.5沟ET32 后轮的数据是17寸9.5沟ET19 不得不说这套圈的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大 如果你不是改的是气动避震 基本是吃不下的 至于这个气动套装方面 它采用了一套来自于Fuel Air的这么一个气动套装 我们来看一下装在备胎坑里的成品 超哥在视频的开头给大家讲过 气动避震可以储存三个档位 这台Fuel Air的气动套装也不例外 车主储存的三个档位分别是比较高一点的日常跑街状态 和稍微偏低一点的日常跑起来比较帅的状态 以及完全趴在地上仅供观赏的这么一个低趴状态 现在就是它的第一个档位最低的档位 不得不说其实这个第一档位真的是很帅 但是它确实没法开起来 不知道大家看视频的时候发现没发现 车主在预设这几个档位的时候 在前轮的调整幅度并不是很大 这主要是车主还是想保留一定的原厂使用的属性 可以在咱们日常的使用的区间之内继续的照常使用 那么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等极了 那咱们欣赏一下这台车的英姿 关于这台雷灵的所有改装的东西 咱们这期就拍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对改装车感兴趣的同学 欢迎关注潮哥 大家可能看已经下雨了 我赶紧躲躲雨 走了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